大家好 我是香港齊全教使的首席讲师杜潇红 Docher Freeman 今天是11月17号 香港信报专栏齊全教使有文章 题为 指数齊全 大户是我们的好朋友 大户是我们的好朋友 这句话是闭者的口头禅 也是齊全教使的经句堂内容 大户更是本文要多谢的对象 上篇文章提及收录在齊全书中的哲理文章 博弈与逻辑 英格理论运用在齊全 今天重复这个观点 并用指数齊全演绎 在闭者指数齊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做指数齊全是赚钱快 何为快 闭者对这种快的定义是 用小钱在较短的时间内赚到大钱 所以做指数齊全 的确可以令人着迷 因为获利可以相当快 输钱也然 早期在齊全教使堂上讲指数齊全 RAW DATA 曾经入过一张金融海啸后 即2009年3月 指数齊全大户下单后在交易软件上的真实成交仓位图 不是港交所的市场报告 开张时间是2月3号 当时三月横指期货报告是12907点 该大户用SHOCK两头夸架的策略 认为2009年3月横指不会再次跌穿2008年10月雷曼破扎后出现的金融海啸底 也就是当时的低位10676 故此笔者命名此图为10676 因为这就是大户的夸架对冲策略 解释该图颇受学员们的认同成为多年来的上堂图 本来出图版位有限 笔者精简该图为SHOCKCALL14收545加SHOCKPOOT12收743 各作300张 三页结算时CALL没有身穿POOT也不达 这位大户人家全胜获利545加743 等于1288点乘以300张再乘以1.50块 全收1932万 许愿教师一直建议用SHOCKPOOT ATM SHOCKPOOT等价 SHOCKPOOT SPREAD SHOCKPOOT夸架 这种讲法比较实战 用传统的英文 THREADLE同价 THRANGLE夸架 形容得来太抽象 今年9月28日 恒生指数收17373点 指数期权出现了超大仓如图 该大货是做17400点的ATM等价策略 取其DELTA 0.50的最丰厚期权金 开12月仓 CALL & PUT各2323张 成为今年的最大仓 能得如此大仓 当然是超大户人家 那对手是谁 是散户吗 不可能 港交所的市场报告 已经说明这是block trade 这是大户与大户的交易 SHOCKPOOT两头等价 案件要求高 逼者一直在观察该仓位 因为这种大仓位 有时候会跟随波幅 出现平仓或者减仓 仓位的变动 是说明大户的观点在变 自走笔之时 这个超大仓位还在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教授网站看到 时至今天11月17日 该仓位的时间已经过半 正好是时机做具体分析 由于仓位超大 我们先看案件 因为BIT认为SHOCKPOOT ATM 及SHOCKPOOT两头等价 案件要求较高 按港交所9月28号的报价 大约每套要 138000多 SHOCKPOOT要76000多 SHOCKPOOT要62000多 开2327套 需按金要3亿2200多万 开SHOCKPOOT两头 会减免多少 但也不多 不过月14天过后 此刻的按金水平 已经降到了109000多 SHOCKPOOT65000多 SHOCKPOOT44000多 按2327套计 按金需要两亿五千四百多万 在当时付出按金的条件下 收取的期限金为850点扣 加729点扑 一共是1579点 乘以一点五十 就是七万八千九百五十块 再乘以两千三百二十七套 总共是一亿八千三百多万 若可以如上文提及的10676个案 一样全部成功收取 这三个月的资本回报率 就会高达五十六点九百 非常夸张 但绝无可能 这位大户人家 不可能全收是因为 SHOCKPOOT等价策略 十二月的恒生指数 期货收是不可能精准的停在 一万七千四百点 假如收在一万七千九百点 即深川SHOCKPOOT等价五百点 获利就会是一千五百七十九 减五百点等于一千零七十九点 再乘以两千三百二十七套 再乘以每点五十块 即是收一亿两千五百多万 倘若收在一万六千九百点 即跌川SHOCKPOOT等价五百点 已然 如果十二月恒指期货 收在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九点之上 或一万五千八百二十一点之下 这个仓位就会出现 因为收市价每升川后 每跌川一点 会带来一点的亏损 所以十二月的恒指期货收市价 越是靠近一万七千四百点 这位大户人家的收成就是越有保障 读者若有不明之处可以来函 必则始终相信 观察大户人家的仓位 远比打听各路人家的评论有价值 可以说是观其行远胜听其言 我们研究大户的行为 不是要跟随大户做 而是要明白大户仓位背后的动机 在大户的博弈中 找到自己能获利的空间 这就是毕者在英格理论中提及的 格子并非语音真实 而是寻找英语音 相争中吃剩的食物 注意 毕者十月开始小住进场 当然不可能做Shopboost等价 但做夸价 令风险降低的同时 回报当然也会降低 还要保持动态操作 十月开始有获利 十一月此刻看获利明显 已开始平常获利 若大户的观点对 十二月会是丰收 再次要对这位大户所多谢 在大学听教授讲其权 是学习其权的原理和结构 在现实生活中 听实战操作者 讲解其权 是要学习如何运用其权赚钱 下场前先看书及上堂 是不要的 有了基础支持 才开始这份 Lifetime的Part-time job 毕竟正是由于有了这份Part-time票 所以正如本人上篇文章结尾所描述的 The older I get The longer I play 朗读完毕 多谢收听 香港齐全教室成立于2008年 杜肖宏老师自2007年起 撰写信报专栏 齐全教室至今 15年来从未间断 是一位略有知名度的专栏作者 期权教室出版的 齐全系列书籍 在香港以及台湾各大书店 均有发售 国内读者若需购书 请以电邮联络我们 谢谢 谢谢